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右边阳光灿烂 左边的阳明山是乌云密布开始下雨了 来看到定量降水预报 今天东北季风增强 北部和东北部降雨越晚越明显 大雨特报已经发布了 基隆 北岸 大台北还有东北部地区 都可能会有大雨 明天的白天水气就会减少 一周降雨预测方面 周一周二东北季风减弱 降雨趋缓 桃园以北和东北部会有短暂的降雨 而周二晚上东北季风增强 影响持续到周五 东北部还是可能会有大雨 要特别的注意 在气温方面 中南部和花冬的气温 没有太大的变化 北部和东北部受到两波 东北季风影响稍微降温 清明两天是第一波 另外北部和东半部低温大约23度 而周一周二东北季风减弱 低温大概回升两度左右 接着周二晚上到中午 东北季风又增强 气温又会下降 而周日很多人会出门走走 云嘉南高屏 空气品质是橘色提醒 最好出门戴上口罩 时尾VOLO ME 为您掌握天气的重点 东北季风增强 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 基隆 北海岸 大台北 还有东北部会有局部的大雨 而东半部和基隆北海岸会有长浪 最好不要靠近海边 另外气象署持续发布 陆上强风特曝 桃源到嘉义 横春半岛 还有各离岛 沿海空旺地区 都有九到十节的强顺风 另外要提醒您 关岛附近有一个热带扰动 明后天可能增强为热带新低气压 周一周二可能变台风 名字是谭妹 接着来关心各地详细的天气数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